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求至少是两个不同的舞蹈难度的连接 其中一个必须是双腿皮叉达到180度的跳步 比如欧玉山座的树叉跳接狼跳 第二种旋转 不管是什么姿态的旋转 转勾一圈就能满足条件 比如欧玉山座的是A组的自由腿低于水平的力转360度 第三种技巧串 要求是至少两个腾空的技巧动作的连接 其中一个是空翻 比如欧玉山座的前手翻接前团 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小翻拉拉提 第四种不同方向的技巧动作 要求是成套中必须要有向后的技巧 比如小翻 直体后空翻 也要有向前或者向侧的技巧 向前的技巧比如团伸前空翻 挺身前空翻 向侧的技巧常见的有挺身侧空翻和团伸侧空翻 四种编排要求 选手每成功完成一种都能获得0.5分 类似男子规则中的动作组别分 平衡目还包括两种加分 串加分和连接加分 先说简单的串加分 规律是 至少要有三个动作连在一起组成 并且三个动作的难度价值至少达到BBC 顺序任意 就能获得0.1的串加分 比如欧玉山的跨结换跳 接原地匹刹结换跳 接小翻 DDB就可以获得0.1的串加分 再来看复杂的连接加分 先是技巧连接 规律是 C连C加0.1 比如拜尔斯的拉拉提接拉拉提 B连E加0.1 但是下法连接除外 比如唐七径的剑子接后直 C连D或者更南加0.2 比如苏妮莎的侧挺接拉拉提 BF加0.2 比如陈一乐的剑子接后直1080度下 两个向前的技巧 B连D加0.2 比如欧玉山的前手翻接前团 注意所有的技巧连接 必须是动力性连接才可以加分 比如荷兰力转姐姐的侧挺接侧挺 不是动力性做法 虽然是D接D 但是没有加分 再来看舞蹈连接 规律是 C连C加0.1 比如张景的交换腿跳接羊跳 旋转连接C接A加0.1 比如力转姐姐的自由腿位于水平转360 接自由腿低于水平转360 D接D或更难加0.2 比如欧玉山的跨节环跳接原地匹刹节环跳 最后是技巧和舞蹈之间的混合连接 规律是 空翻落幕至单脚平衡的D连A加0.1 比如范逸林的挺身前空翻 单脚落至向前匹刹称目平衡 B连D加0.1 比如欧玉山的挺身前空翻接横差跳 D连D或更难加0.2 比如欧玉山的团身侧空翻 接横目竖差跳转180度 好了复杂的规则先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欣赏一套由奥运选手管晨晨 在今年奥运选拔赛全能决赛中带来的拼合目表演 交换腿跳上接交换腿跳转180度 再接分腿后手翻 DD必有0.3的连接加分和0.1的串加分 剑子直体后空翻一个小晃 BE的技巧连接加0.1 满足技巧串编排要求 交换腿跳 交换腿跳转90度横目落 接横目横差跳转180度 再接横目竖差转180度 CCDD的舞蹈连接总共加0.5 并且满足舞蹈串的编排要求 第二个技巧串 前手翻 前团 BD向前的技巧连接加0.2 并且满足不同方向技巧的编排要求 大胯跳 接挺身前空翻 接横差跳 再接倒差 BD必B的混合长串 有0.2的连接加分和0.1的串加分 自由腿定于水平的力转360度 A组舞蹈满足旋转编排要求 组母舞蹈编排准备下法 助跑剑子曲体后空翻两周下 BD没有加分 结束 来算一下管身身这套屏幕的难度 首先是进入成套的八个难度动作 其中三个技巧难度 直体后空翻E组 后驱两周下一组 团身前空翻D组 三个舞蹈难度 上法D组 交换腿跳转180度D组 横目横差跳转180度D组 剩下两个任意难度分别是 D组的横目竖差跳转180度 和D组的挺身前空翻 两个E六个D 动作难度分就是3.4分 乘套加分是1.2的连接加分和0.3的串加分 再加上四个特殊规定编排分2分 最后这套平衡幕的难度分就是6.9分 好了这套平衡幕就分析到这里了 最后祝中国小花在东京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中国得加油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评论和转发 如果喜欢我的话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